此影片是使用测试服录制的 一切将会以游戏内实装为准 嘿兄弟 我是虎胖 我是Ben 今天玩什么 今天来分享一下平衡性调整 以及新造型的罗 嘿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就开始吧 Let's go 首先第一位被做出调整的英雄呢 也就是彼特巴浩哦 他的基础血量就从4300点提升到4800点啦 对啦在满等的情况下呢 这个增加的血量我觉得还蛮可观的 这样他就可以躺下更多的伤害啦 没错之前他的能力执行就加快了移速嘛 对 现在来说呢血量再增加 我觉得他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啦 第二位被做出调整的英雄呢 也就是格雷特啦 格雷特的普攻回弹速度呢 将会加快11%的哦 对啦这里就做出了一个比较啦 当他连发出10下攻击的话 以往呢需要16.04秒的哦 现在的话呢 就说短了一点 变成14.24秒 就可以打下10下普攻啦 没错那容错率也变高了对吗 因为他更多子弹了嘛 除此之外呢 他大招算大招的效率啊 也提升了100%哦 提升100%直接翻倍哦 以前的话需要集中了多少下呢 以前的话呢 集中单一目标两下 就会有刷取1.4的大招哦 现在呢 集中两下就会一半的大招了 也就是说打中两个人的话 就会有完整的一个大招啦 没错如果一直有两个敌人的话 就无限的撞来撞去啦 看起来也是蛮溜的咯 我一直推那样走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我是有点变态的 没错啦 但是推了过我们要追上去哦 接下来被做出调整的英雄呢 也就是艾米啦 艾米的普攻回弹速度呢 提升了5%哦 对啦 连续打蛇发普攻的话呢 以前需要18.26秒 而现在呢 需要接近17秒而已啊 这对战中的效益呢 看起来其实并不大的 但至少算是一个提升啦 接下来被做出调整的英雄啊 也就是我们的老伯伯 格尔啦 格尔的回弹速度呢 将会被提升14%哦 哇14%听起来好像很溜哦 没错 以前呢他需要13秒啊 来打出蛇发普攻的 而现在的话呢 只需要11.61秒哦 哇这样这个明显看得出他有快到的哦 如果你携带雪上加双能力之星的话呢 就可以体现得出这个回弹速度啊 可以让敌人非常困扰的 接下来这位呢 我们就说一说我们的Nita吧 他的装弹速度啊 提升了12%了 嗯 听起来也不算多 但是打起来的明显嘛 以前的话呢 连打石发普攻 需要11.79秒 而现在的话呢 只需要10.82秒哦 算起来 一小小的进步啦 对啦也是好像1秒的差距 在这里做出比较明显的调整呢 就在于他的武装配件 震荡熊掌 没错啊 这个熊掌当初一出来的时候啊 简直是文风上版的对不对 对啦 然后过后就加上了1.5秒的延迟过后呢 就把这位英雄啊 打下神坛了哦 没错 常常我们按了武装配件 那只熊停下来 就白白给人打死了哦 那现在呢 我们的小熊啊 可以一边行走 一边攻击 一边开启武装配件的哦 没错 这武装配件就变成了好像一个指示这样 一传了给他呢 他依然可以行动1.5秒过后 直接晕眩周围的敌人哦 所以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你打这位英雄啦 然后在不同的游戏模式里面 发光发热啦 再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一说英雷人到吧 对 英雷人的武装配件 地雷引线啊 在上一个版本呢 就是一个最强的武装配件之一啦 没错 现在他呢 也赢了1.5秒的延迟了哦 也就是小熊的过去啦 啊 现在地雷引线开启过后呢 需要等1.5秒啊 地雷才会爆炸的哦 没错 在经过这调整过后呢 他会不会像是小熊之前这样啊 突然间被打下神台呢 但我觉得也是有点难啦 毕竟呢 地雷引线啊 现在就算开小过1.5秒才爆炸嘛 但是在这1.5秒期间呢 地雷依然敌人看不见的哦 哦 所以只能看见我们使用了武装配件 但实际引爆给在哪里呢 根本没有人知道啦 对啦 除非敌人已经记下你放置地雷的位置啦 没错 所以变得要偷偷摸摸的放了啦 最后一位被做出调整的英雄啊 也就是我们荒野最强的英雄之一 麦克斯啦 我觉得不用旨意啦 他根本就是最强的英雄啊 在这里呢 他游记装弹的能力之星的装弹速度 降低了50%哦 就是之前他子弹仿佛用不完降 所以这里小一小哈 让他至少有个停止的时间是吧 以往他打出20下普攻呢 需要21.23秒 而现在呢 需要24.52秒的哦 虽然看起来呢 他子弹会变少了啦 嗯 但实际上麦克斯本来的子弹就是很充足的嘛 对 只不过是稍微的降低一点点 我认为不会动摇他的地位啦 最明显的地方就在于呢 以往呢 麦克斯可以连续射是5下普攻的 嗯 而现在呢 射完4下普攻过后呢 还要等一下下才会有第5下普攻啦 虽然这里看起来啊 是减少了50% 但所说的呢 只代表能力之星那一部分的回弹而已哦 它本身的回弹啊 并没有影响的哦 所以我觉得是还好的啦 最重要的就是呢 它的武装配件的无敌效果啊 没有受到削弱的 所以我觉得麦克斯呢 真的是还算是一个蛮强势的英雄之一啦 好啦 刚刚我们就讲过了平衡性调整啦 那现在呢 我们就讲一讲全新的造型吧 第一位我们就说一说 硬猎人的深渊猎人吧 对啦 在这里可以看得出啊 无论是它的普攻或者是大招呢 都有特效了的 嗯 而且它出场的一个动作啊 也是改掉了的哦 不是原本营列人的动作啊 这个比较有点像兽型啊 嗯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呢 就出售150%的哦 我觉得是蛮值得啦 跟之前的荷鲁斯 算是同一个等级的 那第二款造型呢 也就是BB的僵尸打者 嗯 这一位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的视觉效果啊 在动画上面也是有改动的哦 对啦 尤其是最明显的地方呢 就是它在于普攻的特效 还有大招的特效啦 沒錯 普攻你看起来好像只有光不同吧 其实它挥出过啊 地上出现了裂痕的哦 对啦 然后它大招丢出去呢 像一个鬼魂这样子的 是吗 其实还蛮固炫的啦 对啦 再加上呢 之前我没有买到那位大剑少女 没错 也是我的遗憾 现在呢 我们就买一买这个僵尸打者了 嗯 它这个呢就相对便宜很多哦 这个才售卖80宝石而已 第三款造型呢 也就是罗莎的第一款造型 骷髅派对 没错啦 我们分享到第三 但是是罗莎第一款造型 对吧 对啦 在这里呢 它的普攻特效 有做出改变了的哦 还有大招 大招我觉得是最漂亮的 因为本来它是把他身后的四人花 拿来当成帽子嘛 现在直接就戴上了一个大大的 骷髅帽子了 骷髅帽子 看起来也是 只能说蛮可以吧 因为它这也是毕竟唯一款造型嘛 对不对 而且它配合万圣节的话呢 推出这个造型 我觉得是非常应景的 而且呢 如果我们打完十二胜挑战赛的话 就可以拿到这款免费的造型啦 如果打不硬的兄弟呢 也不要害怕的 只要大石宝石啊 依然可以获得这款造型的哦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 闪耀银和璀璨金的造型 这一次将会增加五位英雄的哦 就有狂牛 保力 彈色 法拉克 还有莫提斯啦 那闪耀银的售价呢 将会是一万金币的 而璀璨金呢 将会出售两万五金币啦 那兄弟们呢 必须要把英雄推到去九集过后啊 再加上你需要买好银的造型 才可以买金的造型哦 而莫提斯呢 是在这里面最值得购买的哦 因为带抱纸 跟不带抱纸的样子啊 都有金跟银的哦 只要你买一次呢 就有两款造型的享受啦 没错 非礼价会开心 最后一款造型呢 也就是科特的星光挑战者 没错 这款造型呢 是用礼包的方式来出售的哦 所以啦 就随着2020年的总决赛来临的时候呢 这个礼包将会推出啦 那兄弟们购买这个礼包呢 官方会把部分的收益呢 放到去比赛的奖金池里面 这将有助于提高 获胜队伍得到的奖金哦 那这款造型呢 无论是普攻或者是大招 也看得出有明显的特效啦 我们可以看见它的墙上面 是挂着一部手机的哦 嗯嗯 而且射出来的东西 很3D很有未来感的哦 除了科特的星光挑战者造型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特会堡里面啊 获得2020年总决赛的特殊表情贴图哦 嗯 而这表情贴图呢 并不属于科特的啦 是属于玩家的 也放在其他的英雄上使用啦 对啦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看得见啦 除了以往比较经典的英雄贴图以外呢 兄弟们还可以额外带多两个玩家贴图进对战中使用的哦 没错 以往的话呢 我们就被固定为开心伤心生气 还有一个特殊的对不对 对啦 现在这5个空位呢 玩家可以随意带入他们拥有的贴图 在战场内使用的哦 哇 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毕竟有些 英雄我抽到两个不同的特殊贴图啊 但是进到对战中 我是可以选择一个来用哦 嗯 所以下一场你要换另外一个贴图去玩家 就太累了吧 对那以后呢 我就可以同时带上我两个特别的贴图进去对战中使用啦 嗯 那我以后就要买多一点表情包了啦 对啦 记得收入我们的创作者代码 Hey brother 那随着这一次的更新呢 也做出了一些角色跟造型的优化 对啦 第一位呢就是我最期待的小辣椒啊 它有全新的脸部视觉特效了哦 看起来更加生动啦 好像在跟你有一些互动这样 对啦 它有个水弯弯的眼睛 再加上了牌眨眼了哦现在 嗯 看来最开心的就是你了啦 那接下来第二款我觉得也是蛮酷的 也就是里昂的造型 杀鱼侠啦 在它普攻门上面有所改动之外呢 它大招也会有加了效果的哦 对啦 这里我觉得也是蛮酷的 如果你以前都有买下这款造型的话呢 现在我觉得这款造型是十分值得了啦 对 之后会不会起价我也不知道 那最后一位被做出油画的呢 也就是罗莎姐啦 没错 有了新造型之外呢 还有了新的出场动画咯 对啦 虽然这个新的出场动画没有到太过于特别 但是我觉得也算是有心啦 至少满油画的 至少满油画的 满滑时间才可以做好一个这样的工作了 那我们今天该分享的资讯呢 也分享完毕了哦 嗯 在那么晚的时间 如果兄弟你还愿意看到这一边的话呢 就非常感谢你啦 好兄弟们呢 就记得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一下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为止啦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咦 完了啦 完了咯 你还想要看啊 对啊 我还想要再看啊 要怎么做呢 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啦 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 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